记者陈伟茨新北报道,43岁游姓男子曾在新北市土城居一间超商担任大夜班店员,上班一周就被发现手脚步前进,店长致电质询,他为罪不敢到班,为了两周后凌晨,他回到任职超商,见店员忙捕获,静持空气枪动和店员,抢走收银机现金39万7千元及店员手机。 新北的减暑金一强到最显将游男起诉。 起诉指出,今年5月23日凌晨30许,游男回到曾任职的超商,发现店内无其他客人,乌姓店员正蹲在陈列架前捕获,见机不可施,于是带住安全帽进入超商,持空气枪指住乌男头部,以胶带捆绑起双手,再把乌男关进厕所, 随即跑至收银台,抢走39万7千元及乌男的HTC售机后,搭乘计乘车逃逸,警方调阅超商监视器锁定游男犯案。 5月25日晚间7时警方将游男局提到案,但游男身上仅剩赃款3万5千元,短短二天花掉36万3千元,令人炸舌。 游男出庭时表示,抢来的赃款都拿去还债及买手机,但无法交代把钱还给谁,不然就白做了,建方将空气枪送至刑事局鉴定,却忍不惧杀伤力,但一般人从外观无法区别其与真枪差别,店员因此不敢抵抗不配合,认定游男设范携带凶器强盗罪嫌将他起诉。 2.